上個星期主要我們是去抓外匯的資料 並且把它下載之後做日期修正 並且錄製美元折現圖的聚集 並且把它修改 而且錄製下來之後其實就兩行 一行是那個chart tool 畫圖 然後sourced data就是資料來源在哪裡 就兩行 然後我們只是加上它的座標跟它的寬跟高 其實就把圖畫出來 並且畫一個美元之後 下面畫人民幣 再下面畫歐元等等一堆 總共十個圖 那今天的話我們再延伸這一題 那你想說這個 ok 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最後的話畫出這個折現圖 最後我要講一下那個期末的相關 期末說看一下我們的 在我們裡面的貨業區 大概我也有把去的 鐵如果沒有了 報告 庫民方都有 可以主要延伸 那有不要其中幫一個 那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 比如說製作或都最好 出界到 部宅 自行機車 縱向人 這個點線面 一個事情就是你這個專 育安 他問你就對了 到底六都 哪一個縣市 最近的治安是越來越好 有沒有 那資料其實都有啦 只是說你要自己去找而已 那所以讓他分析 一件事情 絕對不能夠靠感覺 你們說我感覺好像 這個哪個都市是比較安全的 你用感覺說誰準 誰會相信你 你是誰 對 除非你是AI 有沒有 AI請告訴我 哪一個都市最安全 對不對 OK 除非你Charge VA 你也可以回答 那回答對不對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我想他應該會盡力幫你去找 因為他裡面的database還蠻多的 如果找不到 我在想說 他可能有一種方式 找不到 他可能再去Google找找 然後把資料吐回來給你 也有可能 OK 反正這個運作的模式 其實都人想出來的 那以後的話 至於這個AI要怎麼去變出來 其實這個也需要有人去規劃的 那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去親力親為寫程式 其實最厲害的老闆都是動嘴巴的 就是他有idea 然後我叫別人去做 而不是說我自己親自去做 其實就像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人物 叫做黃仁勳 不知道各位有聽過這個人嗎 黃仁勳 就是可能NVIDIA老闆 NVIDIA知道嗎 NVIDIA知道嗎 是嗎 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顯示卡公司晶片的老闆 顯示卡應該知道吧 就是電腦裡面要畫圖的那個晶片 3D繪圖那個晶片 有沒有 最大的喔 最厲害的 那一家公司的話 其實他其實也不是親力親為啦 他其實你說他做那個晶片嗎 他沒做晶片 他是設計晶片的 他把它設計出來之後給誰做呢 給台積電做 因為剛好那老闆在美國的一家公司 然後那老闆其實是台灣人 其實他現在應該是美國人 不管啦 反正他就 剛好那個台大畢業典禮 有邀請他回來致辭 然後他突然在講一些台語啊 講中文啊 還有講英文啊 哇 大家突然間發現 哇原來他這麼厲害的人喔 原來就是在我們身邊的某一個人 OK 而且他是全世界最大的那個 顯示卡公司的老闆 OK 他也來參加一些電腦展之類的啦 OK 他新聞還蠻多 因為我一直在看到他的新聞 那他其實 他們公司也不是自己做那個晶片的 那晶片給誰做 就是給台積電嘛 就是有人設計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丟給台積電代工 所以呢 很多公司其實就專門做那個設計類的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賺錢 像台灣的GDP好像已經超過韓國 也超過日本 但你說哇老師我們台灣好有錢喔 可是問題好像有的人都一直哇哇叫 為什麼覺得自己沒有那麼有錢 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說 如果你是做半導體相關的齁 其實是非常賺錢 我一個朋友 他們年薪四五百萬的台幣喔 一年四五百萬的很多 但是 有的人可能一年賺不到五十萬的也很多 那為什麼 因為你選的行業別 選錯了啦 OK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賺的錢比較多的話 那你可能要選對行業別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希望你們增加像VBA跟巨奇啦 因為未來硬體產業也需要軟體的設計 然後像剛剛AI等等的 那當然你說老師是一定就一直寫程式其實沒有啦 我覺得大部分需要就是說你有這種素養的人 有素養喔 然後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設計一個模式 那誰去做 底下很多工程師做啊 所以你聰明的人是動嘴巴 我想以後你們這麼優秀 大部分同學都非常優秀 其實很多其實都動嘴巴 但你要自己一定要懂喔 不是台積電裡面所有的工程師喔 很多其實都管理階層都是動嘴巴的 但動嘴巴不能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素養 因為你要懂嘛 你不懂你怎麼叫人家去做 OK 像我是自己會做 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自己做 我可以找人家做嘛 但至少我可以跟他溝通 然後我可以驗收 我可以知道說這是不是我要的 OK 而且溝通非常簡單 因為我懂你懂 我們都可以用內行人的 就是這樣talk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懂喔 真的很累 尤其是一些客戶喔 他完全不懂程式 然後跟你講半天都沒有重點 所以我就好 你先不要講 我問你什麼 你打什麼 有點像那個法官在問犯人一樣 OK 你有多少錢要做這個事 我只有五萬塊 謝謝再聯絡 OK 太少了啦 OK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做個案子 怎麼五萬塊你可以做得起來 五萬塊美金可能還可以 五萬塊台幣 那沒有人要跟你接這個案子 OK 好 你有五萬塊美金要做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你可以慢慢再問他 然後你希望做什麼 你可以給他一個設計的一個概念 慢慢其實就OK了 比較可以達到他預期的這個效果 結果啦 OK 所以有的時候不是說 只是開始寫程式沒那麼簡單 還是要先知道說客戶需要什麼 你還要跟他溝通 然後你要讓他覺得說 你知道我的需求 然後我以後就靠你了 謝謝你 對 很感謝 然後他會對你冰之如歸 晚上我請你吃飯 對 然後把你當佛一樣 你開始他就一直供奉你這樣子 OK 感覺還滿好的 因為我以前在竹科當工程師的時候 客戶每天都 哇 早餐 午餐 晚餐 宵夜什麼都 客戶請 對 餵得好胖 OK 為什麼 因為他怕說你這個東西做不好嘛 所以他就會對你很好 這可以理解的 而且我發現那個竹科的那個 他們都有公餐耶 午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三餐都吃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在那邊也都是吃 那個他們廠裡面的餐 哇 簡直是太有錢的公司了 所以這其實還滿幸福的 好啦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們重點再回過頭來 那因為我今天有一個延伸性的練習 就是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叫奇交所外匯有沒有 奇交所 前面多個奇交所 有沒有 這個外匯的上面這邊 有個叫奇交所外匯 有沒有看到 在第四個單元 一樣是第四單元 前面是奇交所 那你說老師那跟上禮拜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 各位看一下這邊有個連結 點下去 那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上個禮拜的那個匯率 第一個當然它是一個CSV檔 第二個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資料 它是滿固定的 比如說五月份就給五月份 六月份就給六月份 它就是給好像兩個月吧 四月跟五月 或者五月跟六月 它就給兩個月 但是你說老師我希望換個目標 我希望整年度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一個網頁 它提供了一個可以下這個條件的一個表單 這個叫表單 那也就是說你給這個表單裡面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它的開始日期 一個是結束日期 你按下送出查詢 下方的表格會跟著改變 有沒有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希望知道說呢 今年2023年 一月到六月的匯率變化 那我直接按送出 改一下有沒有 按送出 那你會發現底下的匯率就會給你從一月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是一號 因為一號跟二號修市 所以三號才開始 沒有資料 OK 然後呢 一月二月三月到六月二號 全部的匯率呢 通通抓下來了 有這麼多資料 那你說這資料幹嘛 其實你馬上可以畫個折線圖 你就知道說 原來從那個2023年 哇 它30級 那如果你想知道去年的變化 比如去年是2022嘛 不過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假設超過一年 它會出現什麼 欸 查詢區間不可以超過一年 也就只能一年以內喔 所以喔 我們就查2022年跟 乾脆2022年的全年度好了 不過如果資料量太多喔 你會發現 你可能要等得比較久 就12月31號好了 按送出 那你可以看到喔 去年的匯率喔 其實波動還蠻大的 不過你會按送出之後 它可能會等一下下 那是正常的喔 因為 假設大家都一起喔 去查詢的時候喔 那就會卡卡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說喔 那個去年1月1號的 這個美元對新台幣的匯率 27有沒有 27.63喔 欸是什麼概念 剛剛看到 現在好像30.8吧 27.63喔 如果你假設這個說 買美元 你放了一年之後 30 請問一下喔 你是賺還是賠 37 27嗎 對 如果你買27 點 這個點喔 買 買是27 對當然是好嘛 好多少 應該相差快10%了 也就是說你買一年喔 你買這個時間 你放著都不要動喔 你就有10%的獲利喔 OK 欸你說匯率這樣好 而且喔 美元的定存喔 現在都至少有3%以上 所以像我之前 我就在這個時間點買了 然後我又把它定存起來 OK 然後我現在呢 把它放著 定存快要到齊了 OK 然後我看高點的時候有沒有 比如31、32 我就把它賣掉的話 哇 那我大概預估可以賺個15% 應該沒問題 所以如果通膨有沒有 現在通膨不是什麼都漲價嗎 但是如果你沒投資 你就賠錢了 因為你的錢會越來越少 本來你有100萬的 可是因為通膨10% 你就剩90萬 可是因為你有投資 你就變成 比如說我 我就多15萬出來 好 然後我賠10萬 我還有100元 我還是賺5萬塊 欸對 5萬塊還可以出國旅行 感覺好像 比較不會虧那麼大 不然的話 你虧那麼多的時候 你想要出國 你都覺得哇壓力好大喔 另外的話呢 美元對於日幣有沒有 哇 也是史上無敵低的 現在真的是 去日本真的是太有 什麼東西感覺都好便宜喔 哇 真的 因為現在0.22嘛 之前還掉到0.21耶 也就是一塊錢喔 最高我記得大概十幾年前 大概0.4級喔 就是說 一塊錢的台幣喔 就是兌換日幣大概要 就是兌換0.4好了 那如果現在0.4好了 一碗拉麵之前是400塊好了 現在只要200多塊 欸 這怎麼會 對不對喔 而且買東西等於快要半價了 到日本真的是 我怕我會過度消費啦 OK喔 什麼買 好不考慮 OK 不過我是那種人啦 我對物質其實沒有感覺那麼那個 OK喔 我是怕我老婆會有 會那樣 因為她很喜歡那個名牌包包 因為最近她就看到一個 然後跟我講說喔 好漂亮好漂亮 已經跟我講好久了 然後我說 Cionale Cionale OK一直講 然後啊 她突然就把它買回來了 好貴喔 台幣大概十幾萬 這個不要錄進去 不過 OK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高 而且我小的時候 所以我也不會對很多 比較心靈那種 其實對我太 這一次要天台 天台有女人來說 但是很愛 她才去吃掉了 我再犯了 那才吃 並不 好啦 這個例子其實吸到買利也沒 今天在匯率的話 那一定輕鬆 匯率 像日常 比你初級的變好 我們整紅地買更 時候你爬下C 裡面喔 分析機可以買 我一買了大概5左右 OK喔 放著我一次剛多少讓我看 好 好 其實喔 把十年的分析 還都有左右 三十不會再 那也有可能 那個對日比是最最好 所以呢 這個資料 第一個喔 這個網址 我按下 它是 參數 那個下載 是叫Post X的話 資料 是Tender5 資料 就放選 是你說為什麼不因為它用這叫Post 應該是在 勾起來看到 可是實際上它怎麼參數機 怎麼會是 它的結束 有了日扁 怎麼支扁 其實這邊有一個技術 你查一下 後的話 右邊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開發人 然後做什麼 會看到手一個 Element 請你 這Work 也就是當時它有點 在 比如說 如果你有跟 我要 那吐回來 那實際這個運作可不可以切 那 你先檢查 我一步 的話呢 你瞭解說 那我改讀音的感是 改 2月好 OK好 那其下按說 請你用台 它金下面會 它 我們哪一端 這主機都通通 是誰 按下去 各位現在會來 大堆東西 其實我時間勾一個 通的話 你根本知道 主找哪一照機 這叫什麼 F 有沒有 其實它 你再點F 這邊有 背後的參數 它其實 第一個參數 一 start 把帽 應該在其他把帽 然後參數 就可以 就可以把我們範圍 倒掉裡面 比如說老師做 你們要做 記得喔一遍喔 第一步按任何檢查 這個的話請可 接下來出 找到net.em理論上會 這邊有個帽 它會 你說 它基於我們在這 這兩個參數是對 這兩個參數就是對 代個起 那我大概我知道 比如說老師把這個 跟別結合第二步 經理開啟一個Excel 接下來 把它怎麼開 開發了 來的話 就被右鍵模組 來列成 因為基本上 用那個來完成 然後呢 在端上程式 提交組 看底下有一個叫 必參與查 Sub-Ctrl-S 你知道 必上面的圓 不用沒有 上禮拜用來讀字開 不一定行齁 到有沒有 前面有沒有開頭 必會有啊 開之後選動 比方這邊 請你把 C之上的 要就是 UI 號的話 OK 是 問題 什麼答案 問題呢 我們先 在這邊 工具 看這邊 我發現 Ui 的話呢 就上面 這邊 上面這邊 下 貼到後面 第一 有點像 是 就是說 剛剛我們參數 有沒有看到 請你把 複製 這個就可以 然後 這個把它貼 你貼著的這點 請你把整等 因為這邊有等號 那 因為我們 但是 額子 就可以了 第二 你的字 再把分數 方式負 貼到然後 and 帽號 這樣說 哦 我懂了 右查 查字可以看 他 你 這個 往上 應該是 再往 什麼 往上 這 要的 可以知道 網頁 格 這個 小 那個 名字 打一個 線 後面 總共 裡面有 然後 一個 是 所以 我的數字 改成3 答 我們來 所以 往上 給他 隔 放他 你會 會發現 會不會 10月20 按下看 28 沒有 那我可不可以 剛改嗎 範圍 我要 到 4月 好了 OK 上面有一顆粒 是清掉 清掉 的資料 就出了 78 你說老師 2026個 1月 到 2月 30 然後呢 去 大 不過 老師 錢 大概不亂大 好了 大概30 那天嘛 總共 兩四七 那這個時候 你說怎麼變 去年 20.6D的 如果往下圍挖 好 往上 8 8 少 但是 你 你就買20 10 那 你 沒有啦 因為很多需要點條的話你就少 你只便死 沒有作用 因為會被通膨高的 台灣的話 力量量 但是滿 可是好像就好像非常 所以你一定姿態 好那請 好 那麼的話呢 我們等 這一段 單個問 1 2 8 D 但呢 希望對話 是那程式 你可不可以直接這個變 跳出來 變了以後 一個Range 他查出 那個圖 數字要亂 馬上那個美 那說什麼是最低做 OK 美 會 試試看 D再看 其實還可以畫圖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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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